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承认自己的种种的过涉 因此他可能继续地犯过涉 继续地伤害人 继续地伤害自己 损人不理及 继续地做下去 这个是跟不知惭愧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永远不知忏悔的人 一定是因果会跟得来 人你做了什么事一定会有因一定有果 有因没有果的事情有 但是有这个因不一定进来同样的果 可是那果 不同的果会出现 一定还是有结果的 所以是不忏悔 那就是有苦吃了 我们讲说这个人生是苦海无边 那是都是因为不忏悔的关系 不忏悔呢继续做坏事 继续地造恶意 那继续地这个苦的果报也会来 我们说现实一点 如果这个买股票的人呢 买出了果票 他不知道有忏悔心 他下去继续还在买同样的股票 这一家股票已经是让你很痛苦的事 让你丢了很多钱的事 你还止迷不悟 还继续地买这个家公司的股票 那最后是被这个股票呢 越套越深 越套越深 套牢 到最后直接就死了一条 那只有自杀 只有倒产 那就到这个程度 所以是呢 如果说是一个人没有忏悔心的话呢 永远就是往黑暗面去 他不是向着光明面的 有了忏悔心才能够钻光明面来 如果没有忏悔的心 他就是自甘堕落 甚至于他根本不知道是自甘堕落 他走的一定是走的那个外路 走的邪路 走的黑道 他还认为知道是对的 有些这个已经是在做强盗了 做这个所谓男道女仓 做妓女了 他还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 这也是个行业啊 做强盗也有 他们还认为抢的是有道理的呢 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忏悔 做错事的人 甚至做巨奸大恶 危害社会的人 他常常想出很多的借口 但是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我今天走上这条不归路 所以千错万错都不是我自己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一点都没有忏悔之心 那面对这些人 我们有办法帮助他生起忏悔之心吗 也有可能啊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那要看机会啊 其实像这种借口啊 他常常有很多借口 来说他自己是没有责任的 这是人家的责任 但是他内心要问问他内心看 有时候他会想到他是错的 因此呢 应该首先呢 来给他做朋友 然后呢 讲一讲 自己常常有忏悔心 是什么样子忏悔的话 忏悔了以后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然后呢 他听了以后 可能呢 也会学习着忏悔 否则的话 他就觉得掩饰自己 而推脱 推诿他自己的过失 认为这样子做啊 在法律上他可以不负责任 那可以占到很多便宜 就是做法律的漏洞 或者是呢 从人情上面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失 人家也不会指责他 但是他内心啊 凭良心说 内心一定还是不平衡的 是 那么最近这个白晓燕被绑架的案子 也是震惊了社会 那么几名主嫌犯 做了错事以后 一错再错 在我们看来 他们真的是不知悔改 不知忏悔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有方法帮助他们吗 这种人应该是先把他抓起来 如果不是抓起来 他们已经走到绝路 他已经直接就都没有路走到 这个如果投案的话 他也是死 那不投案呢 他是侥幸一下 还可以多活几天 至于说他们忏悔 内心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这种观念可能呢 也会动摇 他们完全是对的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只是证明不悟 有这种人 我没有神通 我不知道 那个三个杀人犯 或者是绑票犯 究竟是什么心态 我不晓得 但是呢 凡是做案的人 也做了很大的大案的人 他虽然能够逍遥法外 也有可能 但是他内心 他们还是不平衡 因此呢 假如有人呢 能够跟他们接触 跟他们谈话 或者是呢 把他们抓起来 关起来 再给他们谈话 他们有可能转变 但是也有可能呢 永远他是不转变的 但是呢 如果关起来以后 转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他已经非时不可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有时候他也会 有一种啊 一年回光 他觉得他会忏悔了 所以人 这僵死 期间也善 他有忏悔的心 可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晚了 可是到没有死以前 他们大概 还不容易忏悔 是 谢谢师傅开示 忏悔心呢 对人 对己 都有好处 那么千万不要等到 来不及的时候 再忏悔 也欢迎你下一次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佛法的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